美国圣河西密尔比达环球广场的慈祭 静思小竹 举行了开幕的仪式 吸引了120位的民众前来参加 这一间是由慈祭所经营的小书店 不只是提供书籍 也可以让民众进来喝茶 聊天 希望也可以成为湾区民众的新林绿洲 天才 掌声助理 慈祭北加州分会执行长谢明镜 率领志工们拉开环保彩带 宣告慈祭静思小竹 在圣河西密尔比达环球广场正式开幕 这个由慈祭经营的小书店 附近有很多科技公司 除了基本的书籍之外 也提供一些冲泡食物 让民众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 希望提供僑胞们一个在忙碌生活同时 又可以放松心灵的角落 可以让我们僑胞们尽量来这边 来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节目 能够让大家心灵上得到一个疏解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对侨胞提供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场所 这个书店地点两年多前由慈祭接受 提供给志工开会举办讲座 后来慈祭与密尔比达环球产业公司打成协议 免费提供场地让他们来使用 而执行长谢明静也特别致政感谢壮给密尔比达公司股东苏维正 虽然说我没有时间来参加实际 我们希望说可以多方面的来执持实际 提供这个地方 也带动说大家人潮来环球广场 提供这个地方 让大家来感受到实际的这个大爱 这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一小小部分 现场师姐们也齐唱生日快乐歌 祝福这个月生日的志工 气氛温馨愉快 未来也将带给湾区的侨胞们心灵上无限的温暖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书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导